大家好 这是我曾经住过六年的地方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的事啊 给大家聊聊 这是大家在聊天 这哥们说了 不知道为啥 从昨天开始征求望京住户的意见了 好家伙 您改都改完了 钱都花光了 开始找我们征求意见了 合着 合着您改之前 我们都是死人啊 真是一群大聪明 不是征求意见吗 好呀 把上半年花出去的钱都给我们退回来 谁做的决定 谁自己出钱 别拿我们纳税人的钱 在这填我们的炫 知道吧 这哥们一听就是一北京本地人 他用的都是北京的词 填旋 这个旋他用的是旋 应该是线 就是说那个线坑 陷阱的线 应该是啊 那个线 反正北京人都说旋 拿我的钱给你填旋 就是旋 就是一个无底洞啊 就是一个贪污腐败就这意思 我说大旺京 你他妈的是要建国吧 他说的是大旺京商务区 就是原来我住那小区的那个那个东边啊 紧挨着我那啊 就是大旺京最早是个村 旺京 为什么叫旺京啊 一个大旺京村 一个小旺京村啊 这是他说的 这个 然后接着别人说了 说一百八十亿的工程啊 哎呦 其实呢 根本就花不了这么多钱 一百八十亿 百分之九十都让他们贪污了 一百八十亿的工程换来的是停车位越来越少 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 这个矛盾绝对是政府的单方面造成的 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呢 是因为政府 他的出发点是贪污 是回扣 是腐败 啊 或者说是让上级高兴 他从来不考虑老百姓 让上级高兴 从来不考虑老百姓 对吧 然后又有人说了 说打这个一二三四五投诉吧 打个屁 这个一二三四五 我打过 我在北京的时候打过多少回啊 解决过问题吗 几乎从来没解决过 对吧 旺京的北小河的那个臭味 我打过啊 后来又打那个朝阳区政府的热线 也打过那个北京市水务局的热线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家是哈尔滨人 一个姓崔的啊 跟我说北京的好水 这个级别高的干净的 哎 营养丰富的水 全给谁了 人民大会堂 中南海 钓鱼台国宾馆 啊 各大机关部委 在中国 你只能反着说 你不敢明着说 明着说 弄死你 是吧 老百姓啊 有冤 无处诉 有苦 无处说 然后这个叫福娃子啊 说这波神操作的决策者们 可谓 无知者无畏 摆出一副 老子 这他用的是劳资啊 老子就这么干了 你们能咋的 是吧 东北话咋的 是吧 照消呢 是吧 哎 照得瑟 得瑟 是吧 你跟我这五五扎扎的 你跟我这五马长枪的 是吧 你还跟我这嘚嘚嘚嘚的 是吧 监狱里边有的是空位 给你们家关监狱 是吧 的姿态 愚蠢且野蛮 是啊 朝阳去望京 这儿的这些地方官员 是吧 这个这个 他们是愚蠢和野蛮的 全国各地哪哪都是 对吧 看在五个亿的份上 你还觉得他们蠢吗 刚才说一百八十亿 可能是总的 要搞一个什么大的 一个地盘大旗 这就叫洗钱 这就叫圈钱 这就叫套现 啊 这就叫转移资产 这就叫贪污腐败 然后这个叫 就是个打酱油的说了 看来 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是吧 傻小子睡凉炕 全凭火力壮 是吧 一条道跑到黑 说老百姓的呼声 就是个屁 这些官啊 非得弄死他们样子 非得给他们家 关监狱都不行 对吧 整个把这体制 给他们推翻 才有可能 但是那会儿 这帮孙子估计都死了 是吧 他们的儿子 孙子 老婆 情妇 私生子 早就到国外生活了 对吧 把钱都转移走了 是吧 不见棺材 不落泪 不见黄河不死心 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帮孙子 然后这个叫zero吧 zero9 他说老百姓的呼声 啥时候管用过呀 对呀 人家花钱的时候 不经过你同意啊 西方国家 最起码人家 你花任何一笔钱 一分钱 在议会里 都得讨论的呀 然后这哥们说 也是哈 也是啊 这又是望惊人说的 说全世界 还要比这个更愚蠢 更无耻的道路改造吗 有啊 前两天河南郑州 把那个城 护城河吧 把郑州的一条河 不都是往里边贴大理石了吗 这不就是贪污吗 什么拉动GDP 都是贪污 都是他们回扣 这哥们说了啊 说这个 旺京的交通改造工程 我敢说旺京 现在是全世界 隔离堆 密度最大的地区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啊 绝对的京城一景啊 旺京和东湖的交通改造 他说这旺京和东湖 指的是两个街道办事处 一个叫旺京街道办事处 一个叫东湖街道办事处啊 还有一个叫南湖 南湖在南边 南湖在南边 旺京在中间 东湖在北边 南湖那边比较穷一点 像什么南湖渠啊 北湖渠啊 都在那边 就是中央美院什么的 啊 这是那个后来盖的新小区 新小区新楼盘 基本上都在北边啊 东湖最多 其次是旺京 南湖是差一点啊 弄了一个超宽的 毫无实用价值的人行道 原本就匮乏的停车位没有了 车辆不得已停在人行道上 又影响行人通行了 他不去想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状况 而是一条道跑到黑 调来了不知几千上万个隔离堆 这隔离堆大理石的 这中间有回扣 三百块钱一个 回单位报销三千 搞工程 为什么上这么多这个基础设施的工程啊 铁工机啊 为什么呀 对吧 楼堂管所呀 这里边有利润 凡是当个官都有利润 有了隔离堆停车的需求就没有了吗 这难道不是掩耳盗铃吗 对呀 你们又要发展房地产工 那个行业 是吧 产业 又要发展这个汽车工业 买了那么多车 这老百姓 是吧 上班那么远 哎 你们不管在哪停车啊 真他妈的愚蠢和无耻 看着老百姓的生活和钱 被这么折腾 真心疼 啊 这条街我知道广顺大街 广顺南大街 还是广顺北大街 他这个是 这个镜头 是在人站在东边往西拍的 西边那个叫博雅大厦 叫博泰大厦 叫什么什么泰 啊 我知道那个那个房子 啊 那个房子 哎 他这个右边过人的这个 这个围墙 这右边 呃 过去叫望京体育公园 望京体育公园 现在不知道是拆了 是弄了啊 我在望京住六年啊 我在望京买两套房嘛 后来我又搬家到回龙贯 回龙贯 我住了差不多两年 不到两年 回龙贯 我住那小区叫龙泽院东区 一开始挺好的 那个车就停在马路牙子上 你想回龙贯 那都有点荒郊野岭了 那都穷乡僻壤了 回龙贯那地方原来都是庄稼地 啊 后来九几年 他们盖的楼嘛 我搬去时候 一一一一一几年吧 哎 那那个时候随便停车 后来不让停了 也是弄上隔离堆了 你装孙子 后来我搬走了 后来我搬顺义马坡 顺义马坡 我住那小区 原来那个路面啊 它是土的 泥土的路面 哎 当地老百姓弄个小马杂 就是坐在这个 这个这个小区里 大家聊聊天 有的弄个小花坛 种点花 种点草 后来他们呀呢 给那路面 给他们弄成那个 不是混凝土 就是沥青的了 我一看这帮孙子 就没憋好屁 原来那个泥土漏出来 当 其实那是非常接地气的 你知道吗 这帮孙子坏的呢 后来我又搬到燕郊 住了半年 然后我就来西班牙了 哎 中国这个国家 这个土地 哎呀 太黑了 太腐败了 太恶心了 老百姓太苦了 活在地狱里 这帮孙子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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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孙子坏的